这是一个139克的墨西沙全熟的料子 来请喝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弱智发黑都可以看得到了 没有变种 只有底部有一条小系列 这个不影响取见的 非常厚装的牌子随便掉的 而且是一个正冰飘花的一个胶块 拨什么呢 就像拨下重铸了 这个料子有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有一天晚上我们喝酒了 喝酒之后了 直播的时候呢 跟粉丝故隆聊天玩呢 完了之后就成本价扔给粉丝了 这料子是一分钱利润我们家的 电视台上那个粉丝找我说 哎呀他一朋友说了 这个打开是个米汤底 而且顶天是个诺斌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 正冰的胶块 飘花 然后就是薄下纯度 这个东西我很生气 没等他说话呢 我扒我把这份钱给他退回去 我说你收了 我说我不卖了 完了之后呢 今天这个东西 我露给我另一个粉丝 还是小家为露的 一份利润没家 现在我就给你们打开 让你们看看什么样 好了啊 废话不多说 非吃出品的 简单粗暴 直接开稿 开给你们看 八批完毕哈 啪啪了耳光 这些耳光打得太响亮了 都在网上露给那粉丝 他找一所谓的同行看 他说这顶多是个诺斌的中水 而且还有一些变种 还米汤底 来来来 自然光过来看看 正冰加了一个中水 我就别说他高冰了 胶块 棉也不重也很纯 压灯看一下荧光杠 这耳光打得响亮了 有没有变种呢 看看有没有变种 完整不完整 真的我现在我真的是 我是搞不明白 我这人性格呢 就是跟粉丝聊得起来 怎么弄都行 赚不赚钱无所谓 玩吧小东西 我也不差这几个钱 你要是说公正的 去评价一个料子的话 我没有任何意见 睁着大眼睛说瞎话 又这个又那个的 这个料子是不是 正冰加的一个中水 是不是完整无力 是不是没有变种 是不是飘兰花 是不是胶块 是不是很纯 没有什么棉 是你说那样吗 对吧 所以说以后 这样的粉丝 你离我远一点 我这人 没速度 啊又二 反手 就帮你拉黑 出门左轨 找你的朋友去啊 好了 费事出品的 逼迪经典 喜欢费事的 少年观众 爱你们